驚喜 26岁南兰核心 空降雅家党 杜丰王牌正式亮相 球迷沸腾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中国南兰体育迷 给小明的视频 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南兰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中国南兰在结束完吃鱼赛窗户级之后呢 也是没有过多停留 而是前往印尼参加本次LV的比赛 作为中国南兰来说 自然是希望能够在本次比赛中 输获冠军 因为在之前 包括澳大利亚队也是多名主力全席比赛 今天晚上9点 中国南兰将会迎来第一场比赛 对那韩国队的比赛 可以说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关键吧 作为韩国南兰来说 整体势力非常强 所以说我们必须拿出百分之百的一个水平 争取的机会对手 就在之前 中国南兰也输获了惊喜吧 什么惊喜呢 就是在之前 出现身体不适的南兰核心周琪 已经正式的回归球队 可以说作为周琪来说 空降印尼也要的 随着周琪与球队会合 作为杜峰来说 他的王牌正式的亮相了 因为周琪不管是内线防守 还是护框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作为球迷来说也是彻底的放心了 因为目前来看 如果中国南兰在内线方面没有周琪这个屏障的话 在面对韩国队的时候确实有些吃亏吧 因为韩国队有一个规划球员 周琪的火速吃远对于整个中国南兰来说 确实帮助太大了 我们希望作为杜峰来说能够用好每一名球员 因为毕竟 亚洲杯的赛程非常短 所以说我们需要尽快的适应当中的气候场景 想要获得冠军的话 确实需要加把劲了 也是祝福中国南兰能够在本次比赛中 获得冠军吧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迷流球下期再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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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好 好 好